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觉得在我们现实的环境当中也看不懂 它其实它里头有一两句话 一个比如说念念不忘 而定有回响 这是他们一直说的这一句话 一横一竖描述的是功夫 但是我自己感觉的它里面一个主脉就是信念 信念它在强调在所有的武功当中 中国的传统的这种武术当中贯穿 守信 这是极其关键 叶文 梁朝辉扮演的角色 本来要去会这个功二 就是张子怡扮演的角色 那这个日本人打进来了 这个中日爆发了战争 所以使整个大家的命运全改变了 但是呢 这个叶文为了证明自己曾经要 就没有失信 他迫于生活的压力 把自己的大衣当掉 弄下一扣子 最后就跟这个 后面就跟功二说 我要来 有一个扣子为凭证 但是呢 我来不了 因为当时出现了变化 而这个 作为这个张子怡扮演的功二呢 其实里头也有很关键的一个概念 他在遵循着一种道理 当他向他的师兄 马三报仇的时候 第一次报仇的时候 马三说了一句话 你是娶配给别人的人 你不是马家的人 你没资格跟我打 大家注意到 功二听到这话之后 他只能走 对吧 然后进了佛门之地 做了一些该做的事 那进了佛门之地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按照当时的规矩来讲呢 一个女人进了佛门之地呢 就表明他不嫁 不生孩子 不传义 只有这样的时候 才能证明他是公家的人 十年之后 他再去向马三报仇 他就有资格去报仇 按照现在的道理 现在做人的道理 缺心眼我猜 对不对 那不缺心眼 我该干就干了 我还管那个 是 这就是中华武术当中 我觉得王家卫能够 截止到现在 他能够看到 是想描述的 信用 守信 大家遵循着规矩 我觉得这是真正武术当中 所传递的 武德 但是在片子本身呢 打斗的场面很多 相互报仇的场面很多 而这打斗与相互报仇的场面呢 掺杂着爱国的情怀 练武的人呢 都爱自己的国家 而出卖自己的国家 就是马三 武一高强 但是出卖了自己的国家 那他呢 被众人所唾弃 就是这么一个 交织在一起的 再加上一个爱情故事的描述 而这爱情的故事呢 也就是 形意的 六十四首的传门人 这个掌握者 就张子怡扮演的这个龚二呢 跟这个永春拳的 叶文中间呢 夹杂了一个爱情的故事 但是呢 因为他曾经发过誓 所以他就不能 真正嫁给叶文 大概他描述这意思 可是八卦掌 与这个刑意拳 两个人 也就是马三 跟这个龚二 之间的打斗 造成了今天 他的意思就是 民间很多好的东西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失传了 因为两个人都完了 都完了 失传了 永春拳呢 却弘扬于世界 大概就是这么个说法 因为叶文呢 是李小龙的师父 但是他想描述的呢 我觉得 有他武德的那一份 如果我们简单的说呢 信用 而武术是中国特有的 对吧 老外打西洋拳 那没有什么招呼 就干了 就看谁快了 是那样的概念 他没有武术 所真正内涵的东西 但是我们也看到 他也描述呢 民国时期的武术呢 跟妓院 妓馆 金楼呢 是跟这些下酒流呢 是完全混在一起的 但是他确实在探索着 到底武术的精髓是什么 所以我个人说 没探索着 而他描绘的呢 只是一个现象 很多武术东西呢 真的功夫呢 全都失传了 所以你到 我们就可以提个问题了 对吧 作为公二来讲 行李权的 这个 能够传递 被传递者 他如果出于大意义的角度来讲 他干脆结了婚 他传了意不就得了 这行李权不就没了 不就可以传下来了吗 不能那么理解 这就是一个信誉的问题 这就是武术 从整体的角度来讲 他所传递的价值观 这不是今天 以利益为社会的人 能够接受和理解的 可是当人们看到的时候呢 明白的人呢 人们会为这种精神 中国中华武术的精神 所折服 这种精神 就是信誉 而今天中国的社会 所丧失的就是信誉 我觉得 也无关 无论王家卫是有意无意的 当他去描绘中国传统东西的时候 自然就会 跟今天中国的价值观 发生冲突 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 很多人看不懂 大家褒贬不一的时候呢 我相信是跟今天的人们的价值观有关系 所以就像 网上有个消息 学习粉丝团 昨天刚挥挥泪 跟大家白白了 今天他又露头了 说习大大 有关什么这个 拜年的照片也出来了 这种小小照片也出来了 然后有关朝鲜问题 他又发表言论 价值观有冲突 你挥挥泪走了 就走了 今儿又回来了 那谁信你呀 表面看起来没关系 这就是说 人不能轻易开口 人要讲什么都要负责任 而如此不负责任的做法 人们怎么看 所以这我不是说 学习粉丝团对与错 我是说 今天已经没了一个正常的社会 正常的人 中华民族传统的东西的 真正那种 人与人之间的信誉的那种 没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实的对比 起码 随手拿一点东西 只要他在探索中华民族的传统东西的时候 即刻就客观的会抨击 现在中共的体制 无论学习粉丝团是谁操办的 但是我个人一直坚持认为 这是个年轻人 而这个年轻人的地位 造成了中共相关的机构 对他无可奈何 而年轻人的操守的做法 又有他的年轻人自有的自由度 才会出现这样的场面 德国之声有篇文章 BBC有篇文章 我们这期节目 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应的评论 因为大家伙对这个学习粉丝团 蛮关注的 那BBC的文章这么说 BBC的报道说的很直接 学习粉丝团 挥泪告别后又发新帖 你这事你咋弄呢 文章讲说 刚挥泪一天 结果新帖就出来了 新帖的内容是谈到了半岛的和平 各方努力 无核家园是人类终极的目标 也就是在抨击朝鲜金丝的所作所为 在抨击金丝的所作所为呢 同时呢 他这么来了一个 习大大祝微博粉丝春节快乐 他敢代表习大大 对不对 学习粉丝团敢代表习大大 弄习大一张照片 说给大家伙拜年了 穿个红兜的红衣服 大家想想 那是什么体制 能够随便这么做呀 大家 那一坨什么家伙 还有刘云山什么家伙 这些人能允许 有这样的行为吗 所以这就是我说 这个人呢 真正背后的博主呢 是个那么个人物 年轻人 但是呢 刘云山也拿他有点无可奈何 说实话 拿他有点无可奈何 他这么玩呢 是因为有点 你说撒娇也好啊 耍脾气也好啊 反正我就是我 你怎么着呢 只要习大大不说话 别人没法说 你说你就咋嘛 这是个什么环境 我就说 这样的做法 是不是好事 是好事 但是呢 他又能怎么样呢 在整个环境之下 就像我说 你昨天灰灰累了 今天又说话了 跟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呢 是冲突的 可这就是我们现实的环境 文章接着讲说 在同一天 发了另外一个帖子讲 仁义就是谦让 体统就是忍让 不与人争才是大德 对家何为兴 对友何为贵 对国何为天 大家携我继续走 嘿 这话 你说说的大气不大气 绝对有他的大气 绝对有他的背景 你说他是三猫孩子 还不是 你说他不是三猫孩子 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是弄不清楚 那文章呢 他还引述了一些照片了 这个照片就是 从他微博上拿到的 就是评论有关朝鲜 刚刚进行核时报的 这种评论的说法 所以这就是BBC呢 也在第一时间 在关注学习粉丝团 他到底有何来路 那后面就又简单介绍了一个历史背景 其实就在这件事情的同天 德国之声写了一篇文章 那德国之声这篇文章呢 我觉得有他的独到之处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德国之声的这篇文章的照片 他讲说 学习粉丝团 中国暗示政治的产物 但我个人是非常欣赏这张照片的 这是一张做出来的图片 对吧 有一只黑手 有一只黑手 就是一群木偶 木偶当中的其中的一个 拿线拽着 有这个含义在里头 这篇文章写的比较长 他也描述说 德国之声注意到 在挥挥手 挥挥泪 一词而别的之后的第二天 该账号上 却惊人的发现了一篇 针对朝鲜核实报的评论 让大家跟他一块走 摆明盛情难却的姿态 而同一天 也他将2月8号发出的一张 习近平向微博网友拜年的贺卡 也放在顶端 这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 所以在西方的社会当中 和正常人的价值观呢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你昨天说走了 今天又来了 啥意思呢 你到底在干嘛呢 给人一种混乱的场面 那正是这样的场面呢 在德国之声的这篇文章里 就有这意思呢 后头有黑手 后头有一双大手 那文章紧接着 他就再次跟大家重复了 这个美联社的记者 唐迪迪所发出的那篇采访报道 也就是说 学习粉丝团的博主 姓张的傻小子 我只能说傻小子了 轻个冷 如何如何如何 又把这件事情重复了一遍 面对如此诡异的状况 德国之声早前 曾经采访过国内的传媒学者 张志安和历史学家张立凡 他们都认为 这个账号本身具有它 非常的独特性 文字工整 那这个本身让人感觉到 是习近平的团队之所为 但是无论怎么样 在他们看来 这件事情的本身的初衷 和现存的状况呢 不是件坏事 是件好事 是习近平想尝试着做什么 所以我个人也认为 这是件好事 那我只是提出来的疑问 就是说 他怎么会中间出现了反复 谁给他的压力 这样的反复 而当他引起公众社会注意的时候 引起世界媒体注意的时候 他头一天接受美联社采访 而第二天又说要挥泪而去 这就是一个轻和愣的做法 对吧 那咱外国叫teenager 给我的感觉就是 二十郎当岁 嘴上无毛办事不劳的人干的事 所以这就是 让我们感触到 今天中国的社会本身的 中共上层的打斗的这种做法 让人觉得非常的散乱 而各自又有自己的操守 这就是我们感觉到这么个氛围 针对这个账号本身的来处 实际大多数人认为 你本身一定是习近平办公室里面的人 如果实在不成 你就招了算了 而说这话的人是谁呢 是新浪总编 陈彤 他透过自己的账号 留着言说 广大群众死活不相信 你不是办理的人 这里办是指习近平办公室里的人 实在不行你就承认了 那我个人觉得就有意思呢 新浪总编陈彤自己呢 也得猜他到底是谁 所以这就是我们最一开始跟大家讲 给我的感觉呢 这是跟习近平极其相关的 甚至有着血脉关系的家里人 又是晚辈 这才造成其他的官员无可奈何 按照中共体制的操守呢 无可奈何 他们又没办法说 给习近平办公室说 你你得说话 习总你得说话 你不能让这么办 他不敢 可以感觉出来 习近平呢 在现实的环境下 大权在握的那种威慑力 而这种操守呢 又是对中宣部的 整个的规矩的一种潮呢 在我的眼睛里呢 就是中共内部的一盘散沙 打斗的表现 但是确实能够体现出 习近平大权在握的氛围 因为他可以随意的代表习大大 向网民们说新年好 大家三不三 是不是这意思 而此外 中国著名的调查记者 叫做陈建峰的 他认为呢 人们认为这个账号 有着特殊的政治渠道 这是他接受 德国之声采访时说的 他当时是这么讲的 他说 无论他是什么身份 我确实不知道 但微博上有很多人物 很多话题 确实是被操控的 以政治人物粉丝推出 这样的内容 普通网友会起到一点效果的 但对那些 对政治有思考的人 是不会有作用 所以人们呢 在此之前呢 怀疑呢 他这个账号 独家掌握习近平的动态 以为他是有政治渠道的 如果政治够光明的话 很多事根本不用藏着掖着 也就用不着这么多 这些东西所做了 所以我最开始跟大家说呢 这些东西的出现呢 它是跳过中宣部的 这个新闻审查制度的操守 这是习近平个人的操守的成分 在其中 在我的感觉当中 是有这个氛围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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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